2 1 点火 雷达发现目标 在反导家族中陆基中段反导是在陆地上拦截弹道导弹的武器系统 之所以要在中段进行拦截 是因为在导弹的抛物线飞行弹道中中段速度比末段低很多 而且处于大气层以外干扰少目标特征明显 同时弹道导弹在中段飞行时间更长 让反导系统有足够反应时间提高拦截成功率 中段拦截它有一个问题就是 来的导弹它一般动能比较大 因为它的重量比较大 它是论吨计算的 对于拦截这样大的一个弹 首先第一动能也要大 第二飞行速度要快 第三要恰准发射的时机 时机很重要 这要求的就是发射的反应时间准备时间一定要短 要想实现中段拦截的话 那么它需要一套非常庞大复杂的预警控制 甚至于整个的计算系统靠路级来解决是比较理想的 因为路级对于空间对于重量的限制就比较少了 身处后方身处一个安全环境 然后还可以进行远程预警 快速拦截这么一个优势